别拽 别看着 我要看花 你看什么花 我要在这儿试花 走走走 别再走走 到家再说 麻烦你停一下 我们究竟去哪儿 回家呀 回家 你知道 我家在哪儿吗 你们家在哪儿我不知道 你跟我回家 回什么家 回老爷家呀 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们老爷喜得贵子 要大白喜宴 喝庆生酒 我去 不太合适吧 太合适了 你别担心 不让你随份子什么的 我告诉你 我们老爷就喜欢热闹 像这种喜事 一定要请所有朋友 来喝喜酒 别说什么远亲近邻了 就像今儿吧 凡事路过的 都得请 都得请 我还是不去吧 瞧不起人是吧 误会了 可不是瞧不起人 是看不上你 看不上我 告诉你 把我家老爷的信说出来 就没有人敢不给他面子 姓什么 我们家老爷姓炎 住那地儿都那么的特别 什么地儿 炎王府 怕了吧 大胆 竟敢建造炎王府 不管他是谁 上天追他灵霄殿 下海追他水晶宫 佛爷头上金翅鸟 把你顶门 三根铃 请 炎祖 怎么样 吓到了吧 没关系 请 这人间还有人敢建造岩谷 游客到 我得要看看 谁这么大胆子 游客到 公子 请 请 这是我家老爷 欢迎欢迎 公子请坐 请 好 好 来 如此貌弱天仙的女子 人生能得几回剑 几回剑 各位安好 不对 应该是说 此刻只能此生剑 上穷必落 下黄泉 请 请 叫奶娘 叫奶娘 是 老爷 是前生剑 还是金生剑 还是来生剑 奶娘到 剑 剑 来 公子 你吵吵 见过 看来 犬子与你有缘 一见你就笑 不如给他祈个福吧 祈福 我烟宝 我怎么给他祈福 我看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这位 这位 这位公子咋了 他一路上都这么神神叨叨的 没事跟什么花花草草 蚂蚁蚯蚁蚁什么的说话 人那是热爱大自然 吟诗 做父 搞文学的 不要追我 不要追我 你怎么跑了 我是跟你有缘 还是无缘 我说前面那位 长得挺好看的公子 你怎么跑了 看不得婴儿的眼眸 听不得婴儿的啼哭 你不喜欢小孩 喜欢 可是我不能给他祈福 所以心有愧疚 便夺路而来 敏感 善良 天蝎座吧 错 应该标准处女座 敢说我心走 小小我打你 好漂亮 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野蛮了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这个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金格雷 那你呢 你死害 幸会 幸会 我叫什么来着 你有病 这你都看出来了 你叫什么来着 你还真有病啊 这人世间如此美丽的女子 竟然有心心疯这个病 你别走啊 再说两句 可惜 可惜 这位公子 你叫什么来着 我 你 我 莫不是这个姑娘跟我一样 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别人 不愿意真实的面目让人知道 是是 就算告诉我名字也无所谓 我就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谈吐幽默举着端庄又讲面子又有排场的笑颜 你叫什么来着 落花有意 聊天 流水无期 那天还怎么聊啊 这 这老君啊 老君 你 你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岳老 菩萨 岳老为何在这里哭泣 这老君他太过分了 您说的是太上老君吗 除了他 谁还能想出这个嗖主意啊 他一路上都在纠结我是谁的哲学问题 诗人都说忘记是一种幸福 谁是谁啊 那么对他而言 这到底是幸福呢 还是不幸 哎 姑娘 咱们坐这儿歇会儿如何 好啊 你那么累了 歇会儿吧 这位公子 这位公子 你是谁啊 这位公子 你是谁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我是谁啊 你是谁啊 姑娘 咱俩在这儿都撒尸神了 一直在纠结你是谁我是谁 我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 你呀 爱谁谁 女子 你看起来好伤心啊 对 你是谁啊 姑娘 你有枪吗 板砖也行 你等一下 嗯 这不是人受的罪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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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子 你是谁啊 你还真拿本转呀 我是谁啊 我你妈呀 是五公主 还有一个是阎王 他怎么上来了 哎呀 菩萨 其实我不该管此事的 毕竟老君有老君的考量 不管做的是否出格 其实啊 很出格的 我甚至怀疑他是冲我来的 哦 月老都有对头了 还是老君呢 不不不 阿弥陀佛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菩萨也就随便一听罢了 那我就是想不过来 这 这教育一个人呐 要春风化雨 寻寻闪幼 可不能暴风骤雨 棘手随花呀 稀里哗啦的拆散人家一段 千古奇缘呐 哎呀 你说的是五公主和阎王 哎呀 关阎王什么事啊 我说的是五公主跟雪凌桐啊 我签了几千年的红线 还是这一段红线 是那么的鲜艳 那么的富有 知情画意 菩萨 我做没做多了 总结出这么一条 但凡美好的姻缘 必须具备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 金铜配玉女赏心悦目 第二 门第悬殊 那 得要充满悬念 第三 几经坎坷 终成正果 月朗 你说的是姻缘 还是偶像剧啊 一段美满的姻缘啊 她就是一部好看的偶像剧啊 那你看五公主和雪凌桐 他们就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条件 多好的事啊 好嘛 给人家拆散了 真敢下手啊 更可恨的是 还要 棘手摧花 游游不及啊 一段情 没修成正果 但是至少 还有些许美好的回忆啊 这倒好 吃了药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来路风雨奸程 归程形同陌路啊 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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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惨惨啊 月老 别哭了 我能帮你吗 能 能 菩萨 您大慈大悲 您要是出手啊 那这事就有救了 菩萨 请 看惨了太多的死亡 和新生命的诞生 本来有些麻木了 像姑娘这么执着 你是谁 我是谁 这么有病的 我还第一次见 这位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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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可否是爱情 包括 真爱如鬼 和解 这有人听说过 没有人见过 你想不想见见 爱还是鬼啊 两样都有 你这真爱难找 可是这鬼却很容易见 哪呢哪呢哪呢 毕 滚 滚 滚 小妍 你好 你怎么知道 他叫小妍啊 我还知道 你叫什么 我叫 我叫什么来着 五姑娘 我叫姑娘 小妍说了 我叫姑娘 看不下去了 这样子下去 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菩萨 我真看不下去了 五公主 菩萨 她不会是 刚才我对她 我 你上来散散心 菩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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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回去 不妨多转一会儿 见惯了死亡 也应该看看人生 体验人之痛 你身上怎么会发光啊 小妍 她背后一定有人在打灯了 你吃的到底是龟灵糕还是弱智蛮呢 怎么记忆没了 智商也跟着往下掉了 记住了 这位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哦 大慈大悲 大慈大悲什么来着 观世音 菩萨 菩萨好 喂 你谁啊 我说玉树林风风楼替躺的校园呢 严树也 一看你就是从地下上来的阎王嘛 不在下面好好待着 你上来干什么呀 参见五公主 你不在下面好好当职 跑上面干嘛来了 刚刚找回点记忆 架子也出来了 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来干什么 真是奇怪 五公主既然没什么事 在下告退啊 告什么退退什么退 谁是公主啊 公子我们说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又要走了呢 又来了 你是什么啊 救命啊 走 救谁 快走啊 救我们啊 救我 月老 我不能解除老君要完的全部药效 也许老君也有她的苦衷吧 只能折衷 月老 五公主恢复记忆 但是有孝期只有一天 失孝期也只有一天 你明白吗 嗯 嗯 没明白 那就是说 五公主 只有一天的记忆储存 隔天 就会被隔世化归零了 哎 哎 嗯 给她搞个移动硬盘 不就完了吗 嗯 倒是有 不过 要到千年之后 才会发明出来 哎 这哪等得了那么久啊 月老 如此岂不是太执着了 您刚说过几个要素 一 金铜玉女 赏心悦目 二 门第悬殊 充满悬念 三 几经坎坷 终成正果 他们两个 不正是这第三要素吗 嗯 是啊 我想起之前 五公主跟我说过的一段话 人间有红线相迁 月老相护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爱情悲剧呢 嗯 比如 孔雀东南飞 梁山伯宇助英台 许仙和白娘子 罗密欧和朱丽叶 说实话 我也挺好奇的 哦 哦 嗯 嗯 嗯 菩萨 嗯 你看 我可都是按这上面 牵的红线 这因缘部和生死部一样 上天注定的 我可没有弄虚作假 嗯 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嗯 看 哎呀 哎呀 菩萨 你看 嗯 嗯 编得不错 还没有完成吗 哪儿啊 我这是在拆 因为我的意识疏忽 六公主的替身娃娃 那把天下 音缘的红线 都变成这个 童心节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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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啊 这该怎么办呢 我死的心都有了 这因缘全乱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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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gian